摩阴在洗美撤离数名驻广州人员 美国国务院6日撤离两名抱怨常听到怪声的广州总领事馆人员 回美国接受进一步检查 其他同事和家属则就地接受国务院委任的医疗小组检查 国务院正式图离清广州怪声语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声波攻击事件有无关联 大陆外交部7日回应 先前接到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出现疑似受声波影响事件 中方已认真调查 目前尚莫有发现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及线索 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并未与中方进行正式沟通 她也是从报道看到相关讯息 如果有问题美方可直接和中方联系 上个月下旬 美方指一名广州领事馆的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寻常 据压力的音频骚扰 随后返回美国治疗 近日确诊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 美国国务卿旁培欧当时表示已寻求中方协助调查 大陆外常王毅则说这名美方人员的情况是个案 如今美国在6日又撤走两人 显示事态有扩大趋势 类似情况于2016年曾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身上 共有念四人因听到奇怪声音后出现头痛 响吐 听力受损及出现认知问题等症状 美方怀疑外交人员遭受先进的声波装置攻击 后来驱赶15名古巴驻美人员荡做报复 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7日发表声明指出 国务院一确认广州人员的症状与古巴相吻合 就派遣医疗小组到广州检查与调查 国务卿旁培欧5日说 将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住外人员及家属身上无法解释的疑难杂症 研究人员无法解释怪声的来源 也找不出作案者与作案动机 密西根大学研究团队3月指出 怪声并非蓄意攻击 而是多组超音波间控装置放的太近 导致声音失真的结果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人袁连同家属共170人 总领事馆的设计可以抵挡电子窃听和其他攻击 怪声出现在领事馆人员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广越天地 在6日撤回国的广州领事馆官员兰西说 她去年4月就听到类似多颗弹珠落地再反弹的声音 然后开始头痛、失眠 同住的家人也有相同症状 她向上急反应 却只有拿到止痛药 需要给大家 Lean 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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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心